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繼續第三節向左盲的時間 長毛 繼續 彼拉多的故事固然成立任何的analogy 都有幾分道理 這就是analogy和analysis的分別 analogy不是分析的問題 是給大家一個錯覺 我都會用這個技巧 analogy 比較容易 彼拉多走向權洗手 當然這個可以成立的 因為他這條目嘴 初頭由廖輝寶箭 甚至董建華的衰敗上來 他是有投名狀的 他就是說 在這個05年一定會令到法民主派會通過 這個也爭取了當時港澳小組的頭 曾慶紅首肯的 這個就是他為什麼會邀請 叫范徐淚泰去接一個波 就是接受 曾慶紅邀請上去廣州兩天游的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初打是可以的 已經夠六票了 夠了 但是最後 香了 曾慶紅 戰功不立 所以就好像是欺君犯上 到了07年 他出來選 又是這樣說的 我會盡力玩一局 這個又是廖輝 做他老闆 是不是 繼續那個政策 是不是 其實當日廖輝就是一步不讓 要民主派 就是扯了他 但是那個問題在什麼呢 這個樣子是执行不了下去的 所以曾慶紅權 是在兩者之間跳動的 廖輝顧仁的老常識廣告白 但是新的 廣告小組的頭叫做習近平 習近平呢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儲君 就是被拆封為儲君之後 是一事難成 瞄無蹤影的 各位 習近平有什麼工作呢 我告訴大家 就是 第一 就是奧運 他有來做 他在那裡講 講一下唐英年在那裡 在一起的時候 掉了一個天花來 說你做好一點 是不是 他講這個 管這個港澳的問題 他講了很多奇談怪論 就是這個法庭 你不必需要和政府配合 是不是 有什麼怪論 OK 習近平需要拿些手信回來 他出來逛街 否則 你怎麼做儲君 一件事都做不到 奧運不算數 大家都知道 習近平的處境是多差呢 在世博 習近平是做過上海市委書記的 因為陳良要倒街的時候 他調了過去 這是他升官的圖 就是升官圖裡面的一個步驟 好好的 大家都過問過 因為世博那時候搞的 世博剪載 他貴為國家副主席 黨的副主席 坐在後面 看看賈慶林出來威 賈慶林 是這個政協主席 在中共的排位裡面 不是第四到第五 是不是 有什麼資格去講話呢 是不是 這個 這個有於淵源的習近平 他坐在那裡 全世界看著世博 全國人民看著世博 CTV聯播 是看著的 天下第一貪官 賈慶林 拿了這個書 第二 就是 舊災 是 死人臨漏 一定是國家領導人去的 溫家寶就霸了你做 因為當日 胡錦濤又在國外 根據中共的編制 主席不在 副主席可以做 但是被人架空了 胡錦濤當他沒到自己去了 習近平又去不了 OK 好了 習近平做了一件什麼呢 就是當胡錦濤宣佈這個 宣佈這個王樂全被免職的時候 他是代表胡主席去宣佈這件事 第一是代表胡主席 即不是他 第二是世事 即是棘手的事 搞得不好就不行了 OK 習近平就是這樣 還有一次 就走去見了德國的總理 麥克爾 就幫江澤民做了一次差事 就是拿了江澤民那本爛鬼書 就送給麥克爾 就是這樣一回事 喂 這個習近平要做主席 一定要在香港取得成績 習近平就是透過中聯辦 去駕空廖輝 因為廖輝本身在香港的 在香港的問題上是盤根錯節 他操控港澳辦這麼久 他的腦部下這麼多 和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的財團 有千絲麻糟的關係 他戀載 他現在已經過了退休年齡 連爭吾都走了 正如他上司 講的工作小組 他繼續留在 留在香港就是說 他的所謂強硬路線就是 堅決打擊民主派 保護這個功能團體 這個就是他的路線 你看到的 稍微廣場 以前我說過一點 在五區公投之後 你看到的 廖輝的路線 是不停干擾那個 談判的路線的 一會兒劉乃強出來罵 梁振英那是 劉乃強出來罵 一國兩制中心 又出來罵 劉武駱出來罵 是希望搞到他不醒 而這個 習近平 就是靠這個 彭清華 彭清華是何許人也 就是宋平的秘書 宋平何許人也 宋平就是現在死靜的元老之一 就是說 這個彭清華的位階 和背景和靠山 可以頂得住廖輝的 廖輝畢竟他父親死了很久 他爺爺死了很久 是不是 而且他在這個官場裏面很討厭 過期不退休 生活腐化 OK 今天穿針引線的 其實是中共政局的反映 就是習近平作為儲君要拿禮物 就找了這個民主黨來針 民主黨給他一個曉耳大意 就是習主席是為中國民主 是一個出路來的 是不是 你支持他吧 他給他做中國的儲君 是不是 他會鬆動的 是這樣投名狀 那投名狀是什麼呢 就是首先第一天 你就要搞了五區公投 拿個人頭來見我 就拿了 拿了之後就開始搞了 是不是 最後來 這個共產黨的統戰可謂厲害 就是說 逐步逐步吃你 一談完之後 反反覆覆譴責你 罵你 罵到你害怕 罵到你幾次出來求饒 第一次就是 喬曉陽出來講完之後 賀卓人出來講 楊心柳爺打電話給明報 賀卓人出來講 說我有一個位階極高 有中間授權的人 跟我談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 第二次是喬曉陽出來講了 說沒有了 這個唐英年又說沒有了 這個唐英年又出來力萬狂爛 是不是 又說有談 第三次6月8日 所有的泛民 簽了23個人 我忘記了有沒有簽文 就說沒有三樣東西是不會簽 不會過的 現有在意 OK 那好了 那期就期在 簽完這份東西的人 民主黨突然間 三違反這三個 這三樣東西 提一份東西就說 我現在最後放在這裏 我就值這麽多錢 你一通過我就和你丟 那共產黨當然是吃你 你自己6月8日的東西 都去推翻 那你還說人家破壞團結 將將明顯 到底你是騙我們還是不騙我們 接著再講就是 余約薇 這個余爭辯 我不知道這麽夠時間講 我下次再講 余爭辯只不過是一個 成語故事講完 就是明修賺奪 暗渡陳倉 那我覺得 可能下一節才講 因為現在這一節 可能已經講完時間 是不是 不過如果你這樣講 其實整個民主黨本身的變臉 或者甚至是整個 180度的轉變 其實不是意外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或者其實 當然早幾天報紙也有說 會不會其實就是 現在香港的民主化 那個問題其實是涉入到中央裏面的 權力鬥爭 有一些報紙就說 其實就是 這個建制派就是這個親江澤民的 然後基本上 民主黨就被這個 親胡錦卜派收編了 結果造成現在這個 反反覆覆的局面 這個很難說 我就認為 習近平是 港澳小組的 他是追上我 習近平是什麼人 我不認識 習近平因為他是空白的 所以現在 民主黨一定是習近平 一定是習近平 到底 胡錦濤 是不是跟習近平一起 你現在已經證實了 因為這個習近平是港澳小組的人 他最大膽最大膽 都是將這件事上報給胡錦濤 胡錦濤 如果他 他付不起站 就找九個人來 就是攤牌 是不是 你看到一個 事態就是 當民主黨 最後九級跳牆的時候 一放這件事 習近平就上報胡錦濤 或者胡錦濤已經受了權給他 如果他可以就給他 是不是這樣簡單 By the way 這個就建立了 這個胡錦濤的 實際上的聯盟 好了 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見